自旋是量子物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人们常常把电子扰原子和转比喻为行星的公转 而把自旋就类比于好像是天体的自转 现在公转这种概念已经被量子的几率波 电子云等等概念代替了 那么自旋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呢 实际上微观粒子的自旋纯粹是一个量子的概念 它没有经典的对应物 但是如果我们要想直观的画出自旋来 我们就只好把它画成电子自转的经典图像 就像这个样子 自旋的经典图像表示 它只在一定的程度上可用 因为自旋它是微观粒子的一种内边属性 不能用经典转动的图像来简单的描述 如果我们把自旋看成电子绕自身旋转的话 它有一些电货的速度就会大大的超过光速 这是违背下一项的认定 也不符合实际的情况 上次我们介绍过全同粒子 全同粒子中有波色子有费密子 它们的不同就是由于不同自旋导致的波函数的不同对称性而引起的 波色子是自旋为整数的粒子 这是基本粒子表上面都有 光子的自旋比如说就是一 而另外的一些粒子 食物粒子称为费密子 自旋是半整数 比如说电子自旋就是二分之一 那我们刚才说过了 自旋是微观粒子的内边属性 它跟自转是不同 自转是什么 自转是宏观物体的运动状态 内边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性质是与生俱来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与生俱来的性质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就不为什么 它就是与生俱来 主性是与生俱来的运动状态是后天给予的 与生俱来不会变 后天就会变化 比如说这种 我们在旋转这个陀螺的时候 实际上是用外力来使它转 我们可以控制它 或快或慢 或者是转可以停 但是电子是不行的 我们不能够用外力来使它自转 它自转是一种内秉的本身 与生俱来就有的 我们能够控制陀螺的转动速度 电子自转的数字永远是二分之一 它不会改变 举别的基本例子 除了那个电子以外 比如说别的电子光子以外 还有质质 还有跨克等等 它们也有相应内边自转数 整数或者是分数 我们还可以举这个例子来 说明这个转动和自转的差别 比如说月亮吧 它也在自转 这个自转也许月亮有一天 它的自转变慢了 或者即使是它不转了 但月亮它即使还认识是月亮 但是如果电子的自转改变了 从二分之一变成了一 它不转了变成了零 那就不成其为电子了 那就是别的都不知道什么东西了 也可以说 所以说自转是什么 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微象的描述 跟量子化的角度量的性质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在围观世界中 有些概念我们要改过来 不要用刚性球体来想象电子 我们也不要用简单的转动 来描述自转 宏观也有以身俱来的属性 比如说隐力啊惯性啊这些 它们用质量来表示 那就是它不能改变的东西 它就是以身俱来的 自转是纯粹一种量子效应 它没有经典对应物 电子自转并不是电货在转动 但是它却能够产生 类似于电货在转动一种磁效应 正因为它产生磁效应 我们物理学家才在一系列的实验中 发现了自转这个特有的属性 它产生磁效应就是 所以我们一般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 好像有个北极有个南极 它在这里转 所以它最早认识到自转的属性 也就是来源于它的某种磁效应 这种磁具跟磁场相互作用 才产生了光谱精细结构 反常散脉效应这些东西 所以根据实验的结论的话 这种磁具是量子化的 这种角度的取质只有两个 量子力学的英雄处中 跟自转密切相关的 有这个Pauly 还有一位就是迪拉克 原来这是Pauly和波尔 他们在研究这个 陀罗的运动 转动 运动 他们在思考自转 Pauly为了解释反常三番效应 他最早发现了这种现象 发现了四个量子数 是与这个有关系的 但是他很早就 正因为他就这种问题 想的太多了 当他得过好友 提出自转来请教他的时候 得到了他的严厉的批评 批评的是没错的 因为自转的确不能把它当作是自转 但是他这种批评打消了 这个德国好友的念头 使他丧失了第一次发现自转的机会 Pauly虽然反对自转比喻以为自转 但是他却对他的数学模型 进行了很深刻的研究 发现了这个Pauly自转矩阵 没有自转是有些光谱现象 是无法解释的 迪拉克他就是比Pauly要小两句 他们两个性格完全不一样 Pauly上帝编子组成 迪拉克就是说话特别少而文明 用Pauly的悬量概念 这个迪拉克方程中 他就用这个悬量来描述自转 为量子的学以及电子自转 添上了系统而美妙的一页 电子的自转是二分之一 光子的自转是一 这两个自转本质上有不同 非常不同 但是他们的应用层面上 却可以类比 因为他们都有两个自转分量 电子的自转两个分量是 正二分之一和负二分之一 光子的是正一和负一 光子本来应该是有三个分量 负一零还有一 但是光呢 因为它是以光束传播 它是零质量的粒质 虽然它是死量 但是它自转等于零的那个自由度 是不存在的 就好像是被光子的那个速度压缩到 吃掉了 简单的说 光子没有净子质量 所以它好量子数只有两个 就是本质是一和负一 它是helecity 这个电子自转跟经典的角度量 来比较的话 它对于关系是相同 但是本质是不一样的 经典里面的角度量 是三维空间的一个死量 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方向来观察这个死量 得到不同的投影值 比如说在一个图中 这个图里面 假设是死量的话 就是这个图来表示 如果是这个自旋 这个旋量 就是这个图来表示 这个死量的话 我们你看三维空间的死量 如果从这个方向看 它的分量是等于零 从这个方向看 它的分量是等于一 如果你从这个有一个角度 A的方向看的话 它的分量等于 可塞因A 但是如果是这个自旋的话 不管你从哪个方向看 它都是量子化的 你只能看到二分之一 或者是负二分之一 你不可能看到其他的数字 这就是自旋的特点 电子自旋的特点 就是这样的 所以电子自旋 它不是三维空间的死量 但是它是二维辅数空间的死量 也就是在三维空间中 把它叫做旋量 旋量的特点是跟死量不一样 死量要是扰一圈 它就是等于是回到原来的状态 但是如果是旋量的话 它就需要扰两圈 才能回到原来状态 就好像是在摩比公司带上面 转圈一样的 就是电子自旋的特点 这一点讲起来很多 很复杂 我们以后再说 那么对自旋来说 我们简单来说 应该记住些什么呢 记住第一点量子化中的重要概念 它不是自旋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画成像个自旋 不管是光子还是电子的自旋 都是两个本真态 这一点对我们很方便 比如说特别是以后 我们要说到的量子计算 量子纠缠量子信息 用这种方法来描述 这是最方便的 就是说自旋这个东西 它探比就起来是非常的复杂 但是如果你用形象直观的描述它 它就显得非常简单 因为它两个态 一个零一个一 不像这个物质 和那个物质的位置 粒子的位置 粒子的动量 它是一个连续 它是一个变化的 在整个空间变化 它的数值很多 而自旋只有两个本真值 所以以后的讲解 我们大多数情况 都是用自旋来解释 这些问题 计算和量子信息 量子纠缠等等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碎穿效应和不确定性原理 这两个现象 都是我一关的一直波动性的体现 它们并不难理解 我们先说碎穿效应 在日常生活中 好像是不可能有穿墙树 这种怪事 物质也不可能自动的穿越 比它能量更高的山坡 就像挡在渔工家门口的大山 那样功力不够的话 你就无法预约 好比我们骑一个自行车 如果到了一个斜坡的话 假设这个坡度比较小的话 那么自行车 动能大于坡度的四能的时候 它就呼拉一下 不用踩塌板 不用给它加能量 那么它就自动过去了 但是如果这个斜坡很高的话 它就会自动停住 不可能不踩塌板而跃过去 物理世界中的例子也是这样 就是被四能束缚于原子的内部 在经典情况 它是不可能穿过这个室内 但是在量子的情况 它就有可能 因为经典情况 只有能量要大于这个四能 才能够穿过去 这就是叫做碎穿效应 就为什么把它叫隧道效应 就好像是在室内的底部 有一条例子能够穿越的隧道那个样子 那么这个隧道效应到底是谁提出的 它当年又解决了什么问题 大家都知道放射性 放射性有三种 一种是放出α射线 一种放出β射线 另外一种放出这个γ射线 这个当初这个子弟是 它的放射性子弟是γ不稳定的那种 重原子核 自动的放出一个α粒子 转变成另外一种比较轻的原子核的过程 α粒子为什么会自动的从原子核里面飞出来 这点使人困惑 最后这个问题是由来自苏联的美国物理学家 戈末夫 他在1928年提出了量子隧道效应 而解决的 这个戈末夫这一位学者 他没有得到罗伯尔奖 但他做出了好几个职的罗伯尔奖工作 比如说他创建了大爆炸模型 这是大家经常听说的 另外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 解决了α衰变的问题 因为他也就隧道效应嘛 此外这个戈末夫 他还是著名的科普作家 他写的一本书叫做 从一到无穷大 这是在我们中国很popular的翻译了的这一本书 现在我们再回到穗川效应 也就是说在原子核里头 所有的核子都吸引 现在吸引原子核的内部 两个子子两个中子在一起 就组成了一个α粒子 这个α粒子 它也是被这个室雷所挡住了的 但是实验结果表明 在放射性中α粒子的确可以自动地穿过室雷 而自由地在外面发射到外面来 在一般的情况下 α粒子是没有足够的能量穿过核室雷的 但是在这个如果你用波动性来表示的话 它就是即使是有一个室雷 因为它是一种波 所以它还是有一部分漏出来了 但在实验中α衰变的时候 粒子也的确是穿越了墙底一样 这就叫做量子碎穿效应 但是它如果我们解释起来并不是很困难 因为这是α粒子波动性的一种体现 这个在这就是这个原子核 这个就是α粒子 α粒子 它有两个子子两个中子 这个原子核免很多子中子了 原子核呢 它就有一种舒服力 就好像形成了一个这个核四类的墙壁一样 但是因为这个α粒子它有波函素 它既然是波函素的话 波函素是弥漫于整个空间的 并且是一种概率波 也包括室雷的里面 包括室雷的外边 它外边也有一定的概率 虽然这个概率很小 但是它还是有 所以根据概率波的解释的话 α粒子它是有可能穿越墙壁 出现在这个室雷外边的 尽管发生几点很小 但是它不为零 所以粒子穿过室雷的概率 是可以从薛帝勒方程解出来 当初这就是加莫夫所做的工作 即使是粒子的能量小于室雷 也有一部分粒子被室雷反弹回去了 但是仍然有一部分粒子可以穿过去 就像室雷的底部有像隧道一样 这样隧道效应 它不仅解释了许多物理现象 就像解释这个α衰变一样 它也有很多项的实际应用 包括电子技术中常见的隧道二级管 还有这个物理实验中常见的扫描 隧道显微镜等等 这都是它的应用 另外一个现象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叫做不确定性原理 这海参不确定性原理实际上它也是粒子波动性的一种表现 有人可以把它翻译成叫做测不准原理 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测不准原理的翻译是容易产生误解 但是它又的确是测不准 这个测不准不是因为测量技术的原因 而是因为这个它的那个电子是没有轨迹的 如果你这个一个位置准确的确定了的话 它的动量就不能够确定 准确的确定 所以它测不准是这个原因是因为不确定 所以我们最好把它叫做海参不不确定性原理 不要叫测不准原理 这个当初海参不得的想法也是受到爱因斯坦 口观测量的这个唯一距离这种理论的影响 但是很风驰地就说爱因斯坦虽然是启发了海参不得 但它得到了不确定性原理 爱因斯坦是自私也不接受 现在看起来不确定性原理应该是自然间的一个数学规律 它是围观链子波动性的本质所决定的 波动性把位置和动量两个供业变量互相关联起来了 不确定性原理就确定了对政治供业变量必然有的一种限制 就像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一样 事物都是互相治愈互相限制的 不确定性原理反映了自然间的这个数学规律 也就是说它都说 伏业变幻变幻的两个供业变量它会互相限制 这个限制不仅仅是限制于限于这个位置和动量的关系 其他的很多供业变量比如说能量和时间 信号传输的时间跟频率等等都是供业变量互相制愈的例子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讲到这个因为是波动性使得可以解释这个波缺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叠加态呀 它是奇妙的量子现象的根源 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叠加态的话 它就既是尺又是笔 我们在讲波利二相性的时候 曾经用过叠加态这个名词 当时说的是波动性和粒子性意义上的叠加 就像经典运动没有着地的怠使 它可以看成是六个数字的概率叠加态 波动现象里面也有线性叠加原理 由此就产生了干涉现象和眼色的现象 有的地方有相加有的地方相减 但是量子叠加态它并不是说态的相加 它是产生神秘量子现象的根源 实际上在围观世界中运动状态 大多数都是叠加态 电子直指等食物粒子运动的时候 按照一定的概率 同时处于所有本真态的叠加态上 从自选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本真态有两个 一个是上和下 它是两个本真态 从位置的角度看 一般来说是所有位置的叠加态 无穷多个本真态 但每个位置出现的概率不一样 所有位置本真态都叠加起来 但是即使是对位置 我们也可以让问题尽量简化 完全没有必要牵扯到整个空间 比如说这个双缝实验中 这里有两个缝 那么我们也会把它看成 这个位置到电子到了这儿 只有这两个位置 就是一个A一个B 那么电子的状态 就是位置A和位置B的叠加 在经典例子中所说的叠加态 其实与量子叠加态 还是有根本的区别 经典的套质 它的六面不可能同时被看到 而量子叠加态的上和下 却是同时存在的 我们在经典中可以用一个女儿 说她女儿在客厅 或者是在房间来打比较 就说女儿的时候 要么就是客厅 要么就是房间 这两种状态必居其一 所以经典的情况是非常清楚 但是在量子世界中不是这样 围观例子处于的叠加态 是不确定的 比如说怎么不确定 反正电子有上下两种自权本身态 就好像女孩子 也可以在房间或者是不在房间 也是两种状态 但是根本不同之点是什么 这个女孩只能在或者是不在 电子却同时又是上又是下 因此如果把叠加态的概念用于经典情形 就好比有人这样说 她的女儿既在客厅又在房间 这听起来不是逻辑混乱的说法吗 但是在量子力学中 历史所征询的道路 确实是这样的 因此这就很令人奇怪 也许有聪明的读者他可能会说 女儿站在房间还是在客厅 你同时打开 这两个地方的门一看不就知道了吗 那么电子自权也是这样啊 他说也许是上也许是下 你测量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对呀 你说的没错 但是奇怪的是 当我们对电子的状态进行测量的时候 电子的叠加态不服存在了 他的自权 那个时候就他说了 他说到上或者下 两种情况之一 我们永远测量不到叠加态 叠加态是理解量子理论的关键 薛定儿的猫就是用来比喻这个叠加态 当年薛定儿想出了一个有关猫的实验 他的本意是来嘲笑 郭本哈根学派对波函数概念的那种概率解释 他的实验是这样描述的 他就是把一只猫放到一个封闭的盒子里面 盒子里面有一个放射性控制着的原子和装置 和一个毒气设施 设想这个原子会50%的可能性会发生衰变 衰变的时候他发出一个粒子来 这个时候这个粒子会触发这个毒气设施 那个毒气一出来就把这个猫就杀死了 但是根据这个量子理学的原理的话 没有进行观察的时候 这个原子和是处于已经衰变和没有衰变的叠加态中 因此这只可怜的猫也应该处于死和活的叠加态 那么就变得非死非活又死又活 你不确定状态 一直到有人打开或者观察他 才知道这个猫到底是死还是活 实验中的猫可以类比于围观世界中的电子或者是原子 电子可以同时处于两种状态的叠加 或者是上或者是下 如果把叠加态的概念用于猫的话 那就是说处于叠加态的猫是半死不活又死又活的 这种就使人难以理解 但是这个薛定尔的猫不管怎么样 猫是一个宏观的生物体 实际上把它拿来作为跟这个电子 围观世界中的电子的那个量子现象来比较未必见的是一个合适的比喻 但是这个薛定尔发明的这个听起来有点荒谬的思想实验 却是极具物理意义也启发人们的哲学思考 现实中的猫不可能是又死又活 但是围观电子的行为好像看起来就是如此 因此这个假想实验使得薛定尔站到了自己电机里 量子理论的对立面上 因此有人就这么调侃的说 薛定尔原来不懂薛定尔方程 也许读者会觉得很难理解 这个薛定尔猫当然也很难理解 它所表征的叠加态 然后还有其他我们讲过的 还没有讲过的听起来都非常神秘的量子现象 但是为了这个加深大家理解 下面我们总结几个要点如下 其中许多难点的地方以后 还要更加详细讨论 比如说我们会总结一下量子测量是什么回事 不确定本质还Glocker球面等等以后都会再讲 量子理论认为如果没有揭开盖子观察的话 那个薛定尔人猫似死与活的叠加 那么这个观察了他的叠加 用这个他说了 所以围观测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如何不同于经典测量 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量子的不确定 有宏观的不确定 这个概率计算方面是两码事 也就是说爱因斯坦不是说 上帝不会自掏子吗 这是怎么一回事 宏观的不确定 好像是因为知识不够 你不知道并不是真正不确定 而量子的不确定 随机才是一种本质性的 另外我们还会以后还会讲到 叠加态有一个数学描述 他就是说叫Blocker球面 也就是以说量子计算中 要用到量子位元Cubic 这Blocker球面上 如果是确定了零和一的话 那么他就有一个线性叠加 就是这样因为这个A和B是辅数嘛 所以说呢 他的那个叠加态就整个球面上的点 都是他的叠加态 还能本真态和叠加态实际上是相对而言的 本真态的话要注意是谈的哪一个物理量 而叠加态呢 除了那个物理量以外 还要注意他的本真态和叠加态实际上是相对而言 并不是说你说这个是叠加态 那个是本真态 他就一定永远是 不是这样的 比如说有个态 对物理量A是本真态 也许对B就是叠加态 所以另外这个还要看他基底的选取 我们那个基底是选择到零和一是这样子的 但是实际上上面的任何一个质金都可以选成基底 所以在学习量子现象的时候 人们往往会试图寻找一个经典对应物 但是量子现象之所以奇妙 正因为它没有经典对应物 它是围观特有的 所以说我们就是建议大家 最好不要把量子里面的现象套到某个宏观存在的模型上去理解 我们可以与宏观的模型去比较 跟宏观的现象比较 但是这个比较的结论一定是根本不同的 我们可以用这种东西作为类比 但是我们重要的要知道它们的根本不同 它们的区别是在哪里 所以当你跟宏观存在的现象做比较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很建议你就一定是理解成这种宏观现象 所以下一讲讲另外一个量子中的奇妙现象 叫做量子纠缠 量子纠缠可能是我们大家听的最多的一个奇怪的量子现象 但是我在这重申上次的观点 许多量子现象实际上是围观世界独有的没有经典对应 比如说自旋啊 叠加态包括量子纠缠在内 量子纠缠说的是两个围观粒子之间的高度关联 这是经典粒子对说没有的这种关联 量子系统的独特现象 比如说它对两个相互纠缠的粒子分别测量它的自旋的话 其中如果一个是右旋另外一个必定是左旋如果其中一个是左旋的话 这另外一个例子就必定是右旋那这个规律呢 咱一听师傅好像不奇怪有人就举经典例子来类比 就说这不就是像把右手左手手套放在两个盒子里头一样吗 你如果A核手套是右手的就能够知道B核一定是左手的 你把核子A留在地球上即使把另外一个核子放到火星上去 也是这样的现象啊 但是实际上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经典例子里面可举出来的刚才像手套那种例子是司空见惯的 它并不同于诡异的量子纠缠 量子行为比经典手套诡异的是在哪儿呢 如果手套的话你打开A核看比如说是右手 那么你关起来你后来再打开它还是右手 无论什么时候你打开观测结果都是右手 只要你没有重新变换它们 但是如果这两个盒子里装力是电子或者光子那就不一样了 它的测量结果它不一定它是状态是随机的 也许你看到上也许你看到下 那也许你看到一个下一个上这个上下的叠加态的状态 A核B核这里面是随机的 但是我们奇怪的就是说我们不能够知道它每一个的行为 但是我们却知道它们总体两个东西来说一定是一上一下 或者是两个都上两个都下这是不一定的就是说它们是高度关联的 这个随机两个东西随机过别随机而整体又相高度关联 这个在经典世界你就举不出例子来了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量子纠缠 也可以这样来描述量子纠缠就是说只知道总体的关联 但是并不知道个体的状态 个别状态是随机总体观念却是固定的 所以当我们讲到奇妙量子现象的时候 上一层我们讲过单离子里面有叠加态 它就是量子现象的诡异的根源 这个量子纠缠也是这样的 我们谈谈它是什么来的 它实际上也是来自于叠加态 但是一般来说我们讲叠加态是对单离子而言 我们现在是两个例子的话 它就既叠加又纠缠 如果是叠加态是自旋态的话 它一般可以写成这种样子 就是叠加态等于本真态的线性组合 这个C1和C2都是辅数 实际上这个公司字我们用底拉克符号来表示的话 更为简单一些 但是有些人看到这个符号觉得古怪 实际上不过是个符号而已 这个0表明 它是在0这个态自旋的 这个表明自旋的1态 这个叠加态可以用Bloher球面来表征它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它是这个线性组合 因为C1和C2它一共有四个变量 但是因为它是要满足归翼化 另外还要满足那个一个整体相位 我们把它去掉的话就剩下两个变量 两个变量可以用球面上的一个任意一个点来那个表示它 但是如果两个例子又是怎么样 两个例子就有四个本真态了 本真态就是跟经典情况对照起来的 所以说比如说有两个孩子 一个A一个B就好像两个电子 他们可以戴两种帽子就好像两种自旋 所以这个你算起来有A带白帽子 B带黑帽子或者是这个情况 或者是这种情况 一共有四种情况 经典的情况的话 他们的状态只能是这四种中的一种 这四种经典情况就对应于两个电子量量子系统里面的四个本真态 但是因为这个本真态 他们又要叠加起来 对不对 他们又要叠加起来 产生很多叠加态 那么从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叠加态是用布洛海球面来表示 是不是两个电子就用两个布洛海球面呢 也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这个时候要从它的四个本真态来开始考虑 如果有四个本真态的话 它的线性组合就有这么四个辅数参量 四个辅数参量每一个都是两个变量 它就有八个一共 然后我们也是跟考虑单个例子一样的 表示这个八个量中有一个是规划 需要考虑另外一个整体相位去掉 那么就是六维 所以它这个叠加态是一个六维空间 这个六维空间中并不是所有的叠加态都是纠缠态 而是有一些是非纠缠态 有一些是纠缠态 怎么样就是非纠缠态呢 如果这个状态它可以写成两个单粒子 一个A一个B 它两个单粒子的态的层级 也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把它叫做直级态 这个直级态的时候它就不是纠缠态 但是量子纠缠态就是不能写成直级态的时候 它就是纠缠 既纠缠又叠加 这就搞得很复杂 但是一般来说这种直级态非常少 因为直级态只是一个四维的 而这个所有六维纠缠态是一个六维的 所以说它纠缠态要比非纠缠态要多得多 这就是常常说的比单粒子叠加更为奇怪的量子纠缠态 直级态嘛 它只是六维球面里面的一个四维的子空间 所以纠缠态都一般我们如果用一个多粒子体系 不管是两粒子还是更多的粒子 都是看到的 制造出来的都是纠缠态 现在我们就小结一下关于量子纠缠 因为我们知道了一些什么 一个就是刚才说的量子纠缠 并不是限于两个粒子 它是多粒子体系的一个现象 并且它不仅仅是限于粒子跟粒子之间的纠缠 粒子和周围的环境和周围的泥迹都可以纠缠 它与经典不同的奇妙之处 就跟那个叠加态上我们讲的一样的是来自于叠加态 叠加态是奇妙之处的根源 并不是所有的叠加态都会纠缠对不对 然后直级态是不纠缠的 但是它的数量远少于纠缠态 多粒子体系的量子态 一般我们在实验室见到的都会纠缠态 所以纠缠态重要性是在于这 纠缠中各个粒子的特性已经中国成了整体的特性 知道整体并不知道它的过体的情况 过体是随机的 就历史而言的话 量子纠缠是爱因斯坦等 他们在1935年的时候提出的一个 EPR阳谬的这个东西的思想实验 后来在这个会议的建议下 这个光子纠缠 它是在那个48年的时候 就被那个吴建雄等等 那个撤出来了 并不是那个贝尔实验才证明了纠缠 而是更早 贝尔实验是64年一次 爱因斯坦他当年 他们质疑的是什么 质疑的量子纠缠超光速的问题 但是这个超光速的问题 实际上并不存在 因为我们并不能够仅仅通过量子纠缠 来传递能量 传递信息 所以它跟下意相对论 并不矛盾爱因斯坦的担忧 是不存在的 今天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